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进入我们课程的学习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因为滥用抗菌药物而引发的悲剧 抗生素是抗菌药物的一种类型 很多人在感冒、嗓子疼、发烧的时候 习惯吃上几片抗生素 或者会要求医生开几针青霉素打一打 而这样的治疗结果往往不如想象中那么有效 有时甚至会加重病情 因为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存在着大量的正常有益的菌群 如果用抗生素治疗无菌性的炎症 这些药物进入人体以后 将会抑制和杀灭人体内的有益菌群 从而可能会引起菌群失调 造成肌体免疫力的下降 甚至可能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 冬冲季节是流感和感冒高发的季节 感冒药加上抗生素 是许多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开的药方 然而这种很平常的举动 却酿酿着不平常的危险 有一个小伙子呀 每天在单位食堂当中吃饭 他特别顾忌单位的食堂不干净 不卫生 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在里边 所以他每次吃完饭以后 都要吃俩粒抗生素 天天吃 日记月累 最后就出现了问题 一年以后的一天 他突然发烧 咳嗽 咳痰 然后呢 就住院了 在他住院期间 医生竭尽全力 为这位患者 使用了很多种类型的抗菌药物 但是都遏制不了他病情的发展 即便是药效最强的万古霉素 对于这个患者呀 也没有产生效果 最终这个患者 就因为细菌的感染而死亡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感染 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在死者家属的同意下 专家们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 检查结果出人意料 尸体解剖发现 他的体内存在着大量的耐药菌 而且目前使用的所有抗菌药物 都对这些耐药菌无效 原来啊 正是小伙子这种 顾忌单位食堂不干净 每次吃完饭以后 都要吃两粒抗菌药物的行为 日积月累 在自己的体内培养出了这种 致命的超级耐药菌 也就是说 这种能耐多种抗菌药物的细菌 竟然是死者自己买抗菌药物的使用 而吃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来呀 抗菌药物的使用 是细菌产生耐药性的 关键驱动因素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图片当中 这种蓝色的细菌 是非耐药菌 这种蓝色的细菌呀 是死亡了的非耐药菌 而橙色的细菌 是耐药菌 抗菌药物的作用 并不会诱导细菌发生耐药性 它起了一个筛血的作用 细菌产生耐药性 是自然界优胜略态的规律和法则 生物进化论早就明晰了 逝者生存的概念 也就是说 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是它耐药基因 长期进化的必然的后果 并非是在抗菌药物 问世之后才出现的 如图中所示 抗菌药物的使用 使得那些具有耐药性的 橙色细菌 得以继续从活下来 最后呀这些橙色的细菌 就像一流的武林高手那样 没有什么抗菌药物能够打倒它 令医生束手无策 人一旦感染了那些超级耐药菌 也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也就表明超级耐用菌的菌株数 正在逐年增加 也真是因为这种情况 专家经常告诉大家 不要把抗菌药物当作灵丹妙药 生活当中不要一觉得不舒服 就使用抗菌药物 这就是滥用抗菌药物 可惜呀 还是有很多人充耳不闻 那么为了预防和控制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传播 作为普通人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首先不要自行使用抗菌药物 仅在经认证的 卫生专业人员的处方下 使用抗菌药物 如果您的医务人员说 您的病情并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 就不要使用 在使用抗菌药物的时候 请使用遵循医务人员的建议 包括使用的剂量和时间 切记自己擅自降低或者是增加剂量 也千万不要缩短或者是延长使用时间 另外呀 请大家也不要和家人共享 或者是使用剩余的抗生素 此外还应当通过定期洗手 卫生准备食物 避免和病人密切接触 进行更安全的性行为 以及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种 来预防感染 从1928年 弗兰明发明青霉素以来 人类和戏剧 就展开了一场 殊死的竞争 大败个世纪过去了 这场竞争走的来说 人类开发的抗菌药物 始终保持着 微弱的领先地位 但是 我们也应当时刻警惕 来自细菌耐药性的威胁 好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